中国首次将网络产业的发展 提高到国家策略层面 称要设立400亿人民币网络产业创投基金 但中国网民讽刺 是不是又有新的封锁前置工程 美国总统欧巴马近日尖锐批评 中共对外国公司的最新安全要求 说窥探并跟踪美国科技公司用户的 这个计划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据官媒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向中共妥协 美国媒体报道 这削弱了欧巴马的立场 伤害其他科技公司和客户 斯里兰卡宣布 暂停中国在科伦坡的一个 价值15亿美元的豪华房产项目 直到获得政府相关单位批准 今年1月刚当选斯里兰卡新政府承诺 将结束国内的腐败现象 新内阁批评 这个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 前政府之间的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 近日重庆市610和警方人员 非法扣押72岁的法轮功学员 罗泽慧的儿子江洪斌做人职 并威胁称 交出你的妈妈就放你回家 大纪元报道 2009年1月 罗泽慧的丈夫江熙青 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 中共610人士甚至还上心病狂地称 已经把江熙青摘取器官做标本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